Hello 你们好 今天原本直播 因为Jasper有点事 我们改了到下个星期三 下个星期三才和大家做直播 今天来说 现在是12点半 4月3日星期三 指数跌了125点 在16800 正如我昨天的影片也说 昨天的市场 上升到 最高 上升到 16900 16900 17007 17007 之后回头 最低 今天下降到 16726 有个列口 我们看看图 其实 如果你看 这里 有个列口 在 16 收市算是16540 列口 一开 开高 16811 16811 即是4月初 4月第一个交易日 就开市是168 开高的 168和165之间 就 168和165之间 就出现了个列口 那会不会全補 现在只補了一部分 那可能 就有机会 因为我最短的平均线 是16650 相信也有机会 再沉一沉到16650 那这个是日线图 如果是日线图 的技术走势 你看到 stochastic 又有个顶 出现 有个顶 出现 有机会 再下跌 即是 16650 甚至乎 会不会去到165 那头 打个底先 再做好 就有机会 那如果看 月线图 一个月只有一枝 阴阳烛的话 你看到 上一日 上一个月 三月份 那枝阴阳烛 是很幼的 即实体那里很幼的 上下有枝影线 上下影线多些 即是有压力 那今个月 一开就开高一点 那究竟 这枝是一枝阳烛 或者会变成一枝阴烛 在一个月来说 那可能 那有人拥 options 我会觉得 是个阳烛 但是 先低后高 有机会 再重新回来 再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再重新回来 所以 如果有线6084 604.18 Sydney 那些 你除了具ments 的话 如果人 sellers 去到166 那就又偏高一点 再用线 bored 到164 sistemas 如果人 sellers 164 都穿 一万六千到一万六千二呢 那就漂亮了 那些位置呢 你就可以再平多些 甚至乎开始又买些牛了 买些牛呢 就初步来说 都是那个五零二零六 五零二零六呢 就是一万五千九百二十八收回 到时再说 那现在是在说这件事 到时再说 因为究竟 是不是再移低一点点呢 我们再看一个位置 那指数上来说 就是这样的了 很窄幅的 没什么太大的特别在里面 那而看回 保利加通道呢 其实就是在那里 很窄幅横行的 那日线也是 周线也是 月线也是 月线当然仍然向下 没有变得 日线是横行 叫做好一点 那如果周线的 周线呢 它就在高位上落的 就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了 月线是转回很小的 小时图呢 就不行了 小时图呢 一只阴阳热 那就是16650 那再下去呢 就是165 1650 0到16550 这里 那就是这两个位置 要留意着 短炒那些 你可以看小时图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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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股跌了396点,去到391,70 场外今早都跌了40点 NASDAQ跌了156点,去到162,40 场外跌21点,S&P跌38点,场外跌4点 美股一直在回吐 主要是职位空缺多过预期 升了8,000个 另外工厂订单升1.4,跟预期一样 债息升到4.4 10元债息4.4 美股就轻轻跌少少,104.47 黄金去到2,305元 去到历史高位,但黄金大家要小心 因为金价去到2,300元,历史很高 因为资金没有出路,糖水滚糖鱼 美股又高,港股暂时还未稳定 所以就走去炒一些资源板块的过股 金、油、 有息金属 这些东西都是炒了上去的 但金来到这些位置 其实没有什么基本面的大的原因底下支持 地缘政治是其中一个因素 所以来到这些位置 有金矿股或者金相关的黄金价格的股票 就应该适量地慢慢去减持 就不应该这些位置做高追 油呢就是 WTI是85.19 布兰特是89.04 油呢就挨近较高位了 90元是一个阻力位 暂时是以那里为目标区 下线来说都是75元是一个支持位 75到90元那么上下 那 磅呢就9.84 又上了一点 人民币是1.079对港元 日圆是5116.5 仍然在低位 澳洲指是5.1的升了一点 那欧罗也是8.43升了一点 整体是这样 那我看就 如果那些外币再跌一点 最少你们不妨可以买回外币 外币就 譬如磅 譬如是澳洲指 这些都是值得考虑 日本指呢就是 暂时看不到什么太大的特别 虽然他那个说收回货币政策那里呢 其实就 对那个日圆呢 没有帮助的 所以似乎就不是太理想了 那我们都是不要贪便宜 日圆呢 除非你是去旅游呢 就可以 是买日圆 如果不是你说大量去炒日圆呢 就暂时都不适合的 反而澳洲指这些是 拿回长线小小的OK的 那 息口也有机会拉升一些 那 至于 北水来说呢 就是 有些钱是流入了迎付基金的 200 又流入了15亿 今天就流入了46亿 昨天就流入了15亿 昨天就流入了64亿 那 小米 流出了10亿的 钱的 那 小米呢就出了个SU7的汽车 有三个版本 就由21.500万 到29.99万 即是接近30万 一辆车 那 定价都是比预计之前 说的价格是低的 那 二十几万一部 但是也不是算便宜的 因为 新能源车在内地 很便宜的 很多家电公司都有做的 那 就说是百万一部而已 你就算比亚迪那些旧款的车 都是买到很便宜的 所以 它会挺难侵占到很大的市场 那 当然 一开始 订单多了 那 这个都是 新鲜的效应影响 新品牌的效应影响 但是 有 维持到多久呢 我们都要看看实际数据 那 所以 小米 我们看回图 现在 15.78 连续两天 结果高位就跌了下来 那么我想 如果你有兴趣小米呢 我想都要它去回 去回 10 去回 14.8到15元那里 才考虑的 即是来回这里 不去回这里 就不考虑的了 因为 小米 就 汽车的因素那样东西 就过了一个段落了 暂时 不会有什么新的 离好消息会令到它会再大升 至于 至于 手机设备股呢 继续好的 瑞星科技这些继续好的 因为它 和苹果的合作 至于 华雄半套体呢 其实也有钱流入的 这些位置都是一个 可以考虑的 因为 华雄半套体比较低的 它下来之后 这些位置 就有一个 吸纳的位置 我们买了它的话呢 我们 短期看什么位置呢 看它上回 16.6 左右 就在那里指赞 它们现在还有1元的水平 至于 之前说过的 257 257呢 光带环境呢 就继续上升的 不需要急着 不需要急着 至于 昨天说过的 270呢 3.51 今天升了一点 都是啦 有货币可以拿着 至于 另外说过 内房里面的 1109 109呢 今天24.8 跌4毫子 但是 109呢 都是会去回 短期通道的位 的目标区 大概在 20 26.5 左右 26.5 左右 目标位 现在24.8 26.5 到26.8 左右 都有空间在那里 V星这些 都是 很好的股份 今天升了一点 有点钱 留走 但是不多 继续可以拿着 资源板块 刚才说的 有色金属 譬如 中国宏桥 铝业 9.2 是继续 继续 造高的 有点钱 有点钱 留走 但是走势上 都很美 周线图 有点想去回 2022年的高位 高位 高位 大概在 10元2号 10元2号 现在是9.2 有货 有货 有点钱 留意着 小时图 小时图 有一条短期线 大概 8.99 你当是8.99 你当是8.98 8.98 8.98跌穿 你会减半 跌穿减半 留意着 如果日中不跌穿 8.98 的话 你继续 坐来 一点点 至于 清潔能源 刚才说了 257 是不是 257 继续持续 它是 其实也有点 是炒落后的 因为它的市盈率 只有4倍多 息率有7厘 至于 中习安税科 今天回吐少少跌 跌0.7% 但是有资金流入 中习安税科 这些值得你继续坐 这个386 也是 有资金流入 至于 另外那两桶油 883和857 其实都是受惠 油价上升 但是来到这些位 单讲油价的话 其实我建议你 开始慢慢减 减少 慢慢开始获利 因为这些位置 都挺贵的 反而 清潔能源里面 中港核电力 1816 其实它有资金流入 这些位置 虽然是过去今年一月 到现在都升了 升了都有20% 但是呢 它都有能力 继续 会看回好的 因为看回长线来说 其实它 都是一个 处于一个上升浪 这个周线图 所以短期来说 见过那些较高位 就是我们认为 大概 两个四毫半 为目标区 现在两个三毫半 去到两个四毫半 便走 今天最低两个三毫四 近期最低就是 两个三左右 如果见到两个三 你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去买少许 切回目标位 两个四毫半 那里 中港核新能源 就没有什么钱流入的 这个都有机会的 等它回少许 都是那句 回回去 我那个短期通道的位 2.01 现在是2.09 2.01到2.03 那里 你可以在那里慢慢收集 这个是1.11 比亚迪又怎样呢 其实Tesla 昨晚都跌了 5% 比亚迪 就暂时有回套 所以比亚迪暂时 就很难 你见到 会有很大的 那个 上升空间 在那里 始终 一上去 他那些货 他仍然会出来 出货 所以比亚迪 来说 形势上 是太败了的 这两天升不到 上影线 在那里 整个 沽压也挺重的 我想 要等它回回 下来 都是那句 192 那里 你才能考虑 因为今天最低 196.3 这些位置 就不能考虑 新能源车 无论是 卫小李 也是 就算是有 钱 流入 但是呢 你说小鹏 其实昨天 就有成亿多钱 是流走了的 那 那 那 你想呢 是有3亿钱流入 那但是 不应该 持有 因为 始终 也是那个 减价战影响 大家都要 促销 其他的股票呢 就没什么特别的 那 那 都是 约上下 上落的 那 大家慢慢做 那 指数上来说 就来这里 就黏住了 一个位置 那 应该跌不跌 应该升不升 那 唐水管唐鱼 所以大家留意 一些主要的技术位 那 去到17000 流上 那 你就可以慢慢 做一些红证 红证 你就不要做17000 那么近 你就去做回 61044 或者60418 就是在17000 那头的红证 那 如果下来 挨回 近16000 那里 你就可以 买回一些牛证 到时候我就说 你听买什么牛 那 当然 我们不一定要 去到那两个位 但是 如果 比较好的 就是那两个位 那 大家可以 看着做 那 有什么不明白呢 就再问我 那 这里 699 180 那里可以问我 那 暂时 最好的股票呢 做 换马也好 做短炒也好 做长渣也好 都是 257 1109 1816 1347 这些都是好的股票 其他那些都好 刚才说过的那些都好 但是这几个就比较特别好一点 因为价格就相对来说漂亮一点 大家慢慢做 别心 今天就说到这里 记得按赞 按一次就好了 多过一次 是无效的 喜欢的朋友 介绍多点朋友圈 叫他订阅 按下钟钟 按全部在身边 告诉大家 多谢你们 拜拜 拜拜 拜拜